105題部分,實際上這一題主要是 它會提供給我們叫read.db,也就是一個資料庫 這個資料庫的話,它副檔名是.db 所以如果你要開它的話,要不就是你用python程式開 要不然的話,你就是可以利用 我放在雲端白板上,有一個 或者你可以找類似像sqlite這種開啟的工具 就可以把這個資料庫打開 它有點像是你ss的這個資料庫有沒有檔案 你如果要開ss的資料庫,你一定要安裝ss,或者你沒辦法看 到底是差不多一樣的意思 然後這個資料庫裡面會有一個資料表,叫impoee 也就是說它希望怎麼樣 把這個impoee裡面所有的資料表的資料 全部讀回來,就這樣而已 所以你只要懂得開就可以了 然後首先的話呢,你會發現這裡面其實 它只有幾個欄位,編號、名字 然後什麼,出生日嗎 然後限時,總共就是四個欄位 OK 那首先的話呢,這個read.db 我是把它放在雲端上 所以如果你要這個資料庫的話,其實一樣你可以找一下 這邊也叫read.db 那請各位按右鍵把它下載 下載之後的話呢,我把它放在那個download這邊就下載下來 那如果你要開,你不要直接點兩下開 因為開它沒辦法開,因為這個.db的關聯程式 電腦裡面沒有 所以如果你要開的話,我建議各位有一個方法 就是你可以到我雲端上面 印象中,我是把它放在補充資料裡面 會有一個工具叫做 SQLite Browser 這個工具 它這個壓縮檔也是免安裝的 你就把這個SQLite Browser 這個工具下載下來解壓縮 那我已經下載解壓縮了 在這裡 SQLite Browser 裡面的話會有一個程式 你把它打開之後 如果你要開的話 我印象是不是可以直接拖拉放 直接把這個.db這樣拖拉放開 也可以 或者你按開啟也可以 開啟然後跟它講路徑也OK 那你會發現呢 拖拉進來這個資料庫 就可以看到裡面的結構了 裡面的話呢,這個資料庫裡面有個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叫做employee 有沒有 然後幾個table有沒有 然後它裡面呢又下一階 下一階的話就是fill fill fill的它是欄位 總共有 一二三四五個欄位 OK 後面的話就是它的資料型態 第一欄的話是int 一定是整數 而且是主key 然後呢 第二個name的話 text int 然後child 然後int OK 大概這欄位 那基本上的話呢 它是希望怎麼樣 第一個 我們不是用 它不是要我們用程式開 它要用python開 OK 只是說我先示意給各位看 在python裡面怎麼做這件事情 第二個的話呢 如果說呢 要下sql語法 所以這邊的話可能還需要 會簡單的sql語法 比如說我希望把所有的 資料都列出來的話 那在sql裡面很簡單嘛 叫select 有沒有select的話就是 就是等於是 有點像是查詢 查詢什麼資料呢 空一格 所有欄位都可以打個信號 from後面的話呢 加上哪個table table名叫 impoe OK 那就是 幫我把所有的資料呢 在那個資料表裡面的資料 全部都列出來 最後你可以怎麼 打上sql語法之後 按一下sql 資料就列出來了 只是說這個動作 不是要在這邊做 而是說 你要在python裡面做 怎麼做 那這個部分 因為這個程式並不複雜 所以請各位也許可以 參考我雲端放的這個答案 所以 在解答裡面的第10頁 你可以看到 這個工具打開 然後可以看到 那程式就這些 就這些 所以你待會兒可以 Ctrl C 然後呢 把它直接 Ctrl V 貼到哪裡呢 開一個新的 新的module 然後把它貼上就可以了 Ctrl加 放大一下 那各位可以看到 其實它主要 語法很簡單 主要是利用 這個sqlite3 的這個模組 這個模組的話 基本上就可以 等同有點類似 像這個sqlite browser 差不多的意思 只是說一個是圖形化工具 那一個是程式 那如果說你要開 這個檔案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 加一個sqlite裡面的方法 叫connect connect的話 意思有點像連線 那等同有點像開啟資料庫的味道 然後呢 那個檔案的位置在哪裡 所以我們好像改105 然後路徑的話 可能要加一下 因為你假設將來考試的話 應該會根目錄 可是如果你平常應用的話 你可以跟他講說 我的資料庫是在哪裡 我放在這裡 所以你前面可以再加一個路徑 C帽號斜線這裡 然後把它加在這個路徑前面 再加一個反斜線 也就是說 我放在的是下載這個地方 並且前面加一個小R 所以第一步的話 就是可以把資料庫先打開 那資料庫裡面 裡面有資料表 所以如果我要連結資料表的話 我需要第二個物件 什麼物件呢 叫cursor 也就是說 這個cursor有點像是資料表物件 在資料庫 所以 con這個可以當然是資料庫物件 資料庫物件 底下有個直物件叫cursor 然後這個cursor要做什麼呢 可以利用excuse跟資料庫溝通 所以喔 那這個cursor有個excuse動作 跟他講說 請你幫我執行這個命令 select所有from employee 有點像是我在這個地方 輸入什麼 輸入這個 有沒有 sicle語法 那這個sicle語法 其實實際上就是跟那個 資料庫溝通的一種基本語言 反正說共通的 然後他就知道 原來你是希望呢 我把所有的資料都幫你列出來 OK 他就列出來了 所以喔 你會發現喔 在這個sicle live browser 他就自動幫我把資料呢 把它列在底下 那當然sicle語法 還可以做得更多更複雜 我們好像在入門班的時候有講 如果你各位有興趣的話 可以參考第五個單元裡面 還有更多的東西 那 這一題比較沒那麼複雜 他其實就是幫我列出來 所以呢 在python裡面呢 excuse之後 他會把這個結果放哪裡 在這個sicle live browser裡面 顯示在下方對不對 可是喔 如果是python的話 如果假設執行完之後 他等於是會把什麼 把這些東西呢 幫你塞到cursor裡面 也就是說呢 在cursor裡面喔 就等同有一個虛擬的表格 放在這裡喔 所以如果你假設要把這些資料全部讀出來的話 那你可以利用那個for回圈喔 可以用for each的方式 把什麼呢 把所有的資料 for each row 每一列喔 OK 每一列指的是這個地方 有沒有 這個地方一列 總共四列嘛 他會一列一列的幫我把資料給全部帶回來 所以喔 會先抓第一列 第一列抓回來之後放在roll裡面 然後做什麼呢 直接print了就好了 所以這一題好像似乎沒有很複雜 他就把它print了出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最後print的結果喔 假如說你可以看到 哇 這個先cls 如果你要清掉右邊 打個cls 把它close掉 把它clear掉 然後呢 執行一下 如果你看到這樣的結果 那恭喜你 表示呢 你這個部分應該是ok的 其實考的有點太簡單了 把它列出來 所以喔 這個地方其實你還可以再做個變化 一樣喔 假如說我希望把seql轉成json的話 有沒有 現在這有四筆資料 如果我要把seql喔 查到東西喔 幫我再存成json的話 怎麼做 OK 這個我就不 請各位自己回去再做做看 其實如果這個顯示的出來 一樣的道理 跟前面的方式差不多 反正那就是切嘛 切完之後放在那個字典的value裡面 就ok了 那只是說怎麼做啦 我想這個可怕請各位自行再動一點腦筋吧 那 另外的話順便跟各位講一下 就是 將來如果考試的話 其實 基本上喔 它比較像是 考你右邊 這邊的內 各位可以看到有沒有 考題就類似像這樣 應該是 應該是不太會變動 它基本上呢 就是 會把 大概百分之五十以上的程式 每次都幫你顯示出來 也就是說 旁邊有一條線 那個部分 就是你要填上去的 所以 Input 有沒有 後面你就要填什麼 SQLite3 你會發現它很妙喔 它這個地方已經打註解告訴你了 所以你只要把SQLite3打上去就好 所以很多註解上面都會隱藏著答案在上面 然後呢 這個什麼呢 com等於什麼 SQLite3.connect 然後去獨立的.db 有沒有 然後這個就 cursor等於 cursor com.cursor 對不對 然後cursor.exque 其實就這裡 然後呢 for rule in cursor print print rule 這樣就OK了 這樣假設吧 考試的時候 這樣這一題就得分了 所以基本上如果去考試 我印象中我考這個試好像花不到五分鐘吧 十分鐘就大概就考完了 因為實在是真的太 我是覺得難度有點太簡單了一點點 因為都填空體 而且答案都已經知道了 當然其實這個考試只是說 你為了要有一個目標 你要把它通過 所以你可能還是要需要背很多東西 至於這個背的過程當中 那你就會多多去熟練 熟練之後你回頭再使用程式 你會更加的救手 大概是這樣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把這個程式 也許你就直接把它 拿那個名端上的資料 那個程式 來試試看 或許你可以再改一下 如果剛剛可以把那個 CSV轉json OK的同學 你或許可以再想想看 怎麼樣再把 SQL 轉換成json 也OK 那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那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OK OK 谢谢观看